第27章 价值 有了叶哈兰表哥在 薛默的面试也就走了个过场 奇怪的是 这个自称石坛的男生也认识薛默 只是薛默记忆库中似乎搜索不到他 搞得那男生很是尴尬 老是摸着鼻子偷看他 面试过后 社团就这么定了 薛默开始琢磨着阿鬼给安排的电脑课程的事情 当晚阿鬼就打电话来 明天下午你们放学到门口 我来接你 森哥呢 虽然知道阿鬼已经成了自己的直接联络人 但是薛默对于一个高层人士如此直接的接触 抱着谨慎态度 宁愿不被重视 也不能成为人类眼中的大杀器 咳 阿森还不算高层 活多儿 我反而比较闲 阿鬼避而不谈 薛默无言 从蓝星语言艺术上讲 在薛默面前很多人都能成为大忽悠 就是一天平淡过去 夜晚 薛默迎来了他的第一堂电脑课 阿鬼开着外表平凡无奇的桑塔纳 把他接到了他们住宅的国企 直接带到了楼上的机房 从表面聊聊几台电脑和几个无精打采的工作人员 到拉开柜子 再移开墙壁 里面宽阔的空间和密密麻麻 数百台电脑 数百个技术人员 他们大多都不知道 阿鬼带个小姑娘来干嘛 但是见到阿鬼的都会行李问号 再次显示了阿鬼的高地位 薛默没兴趣查阿鬼到底是谁 他对很容易知道的事情都没兴趣 阿鬼也自以为保持着神秘感 笑容装逼而淡定 一路把薛默领到最里面一台电脑前 旁边是几个头发乱糟糟 衣服乱糟糟 窝在泡面饭和残骸之间的年轻人 喂 拍拍其中一人 阿鬼叫道 阿三 起来 阿三恩阿了一下 不起来 阿鬼拍了另外一个人 老二 不要叫我老二 另一个嘟嘟囔囔 挥挥手 继续睡 大宝 你可以继续睡 等会儿我就把你媳妇带来 阿鬼觉得颜面扫地 低声威胁 谁知大宝也敢苍蝇似的挥挥手 左洛刚离的婚 阿鬼无语凝焉 半晌才说 第第几次离婚了 房龄二十二 第三次离婚 嘟嘟囔囔 起来起来 别扭捏了 干活 阿鬼决定再次转移话题 给你们带美女徒弟来了 就是那个 自学成才 学会开机和开网页的天才 大宝抬起头嘲笑 眼眶通红 不过无死 你就作吧 我们昨个晚上 奋战大半夜还不够 起来还有我们当幼稚园叔叔 阿鬼无语 他知道让这仨 叫薛默有些过 但是技术首先那么多人 没有稳定任务的就只有他们了 只是不巧昨天刚需要他们出马 才显得劳累了点 他看看薛默 此时薛默面无表情地 在旁边一台空电脑上坐着 手握着鼠标滴滴答答 键盘也没用 看来没什么威胁 这是命令 起来 见那仨实在太疲累 阿鬼皱起眉 终于有了BOSS的王八之气 班欺脸吼了一声 痴润不吃硬地说的就是这仨 转眼间全部都擦着眼使作证了 只是表情还很不爽 我们要休息 那 阿鬼还没说话 去听旁边一个不嫌不淡的声音传来 先把这个武器资料给我弄出来 那语气 平淡得很有威势 至少周围听到的都忍不住看过来 最小最没定力的阿三 嘴先凑过去 一看就囧了 你只小丫头真会挑 哥这么多资料库给你摆着 你就给哥搞个最难的 老二和大宝也凑过去看 嘖嘖的 昨天大半夜奋战为了他 差点点被米国给吃了 你说要就要 干我们家养的 薛默不为所动 丝毫没听出他们的不满 只是盯着武器库资料看 看了一会儿皱眉道 算了 我不要了 哼 跳我们也弄不到 薛默一个一个武器资料看过去 似乎都是最新被窃取的 至少他前天晚上搜索的时候 都只闻其名而已 现在都有了详细的数据 只有几个关键武器的数据残缺不全 精神力一扫而过 转眼所有的数据都已经在了心头 即使在他眼中 这些武器幼稚的不行 他却依然心痒 伸手 纸笔 他用不惯键盘 需要运算的东西也过多 还不如用最原始的记录方法 阿鬼饶有兴趣地递给他一叠纸和一支水笔 就见薛默在最开头写了个编号 接着又写了几个数据 就开始沉思起来 编号所示 正是数据残缺的武器之一 而下面那些数据 正是窃取到的已知几个数据 专家分析那些数据都无关紧要 无法计算出关键数据 而薛默的架势 本明是要计算出来 薛默写的纸上的并没有计算过程 他的过程都在脑中完成 每一个结果都是间接干净 几分钟后 第一张纸上已经整整齐齐地写满数据 阿鬼不是这方面的技术人员 而在场都只负责网络工房运作 也不懂武器的事情 但是看了许多 有脑子的都知道事关重大 纷纷喊人去找专家 在薛默写满两张纸的时候 几个专家匆匆赶来 看到薛默写的数据 有经验的都知道 分别涉及武器的弹道轨迹 以及各种性能表现 是一种武器最关键的几个数据 但是专家都很谨慎 不敢随意下论断 只能到一边去 根据薛默的推论结合 已知的数据进行推演 就好像比起用已知的数据 算出答案 用已知答案去推算已知数据 显然是更为简单的 很快就有好消息传来 薛默补充的数据完全正确 相当于国家资料库中 就多了一种完整的武器资料 人家耗费数亿 花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 以及时间研究所得来的东西 被技术人员一晚上窃取 被薛默几分钟内补充完整 米国要是知道了 肯定要狂喷三公升血 而正当人类方面高跟猛进的时候 薛默方面的工作突然停止了 原因很简单 薛默同学补充了几个数据后 已经大致知道了 目前几个最先进武器的程度 觉得一心阑珊颇为失望 既然没得学电脑 不如回去修炼 也好过在这浪费时间 这一下可急傻了阿贵和众多专家 他们一方面不明白 薛默一细皮嫩肉的小妞 凭啥瞧不起人家这么先进的武器 一面又着急 薛默这一罢工 剩下的武器数据 则耗死多少人脑细胞 顿时几个老头混着阿鬼 开始围着薛默团团转 薛默嫌烦 疼得站起二话不说往外走 这时候没人去追了 所有人转头 哀怨的眼神直指刚才还装逼的大宝老二阿三三人 三人汗如雨下 虽然不是一个部门 但是论子里 他们三个加起来 也比不上人家一个武器研究部的专家的 再说薛默表现太惊人 放过了确实可惜 连忙屁颠屁颠的追上去 徐晗问暖赔礼道歉 还拍胸铺打宝票 这才勉强让薛默凑着脸 坐在了电脑前 本来几人还不相信 薛默的电脑能力就这么点 但是在一番测试后绝望地发现 还真有人只会开关网页 开关一些软件 开关机 别的一概不会的人 其实薛默脑中的电脑知识 代表了当代绝大多数青少年的水平 尤其是女性 奈何这些人在高手天才中待久了 早就忘了平民的能力是个什么水平 自然 三人要从基础交起 从入门到深入的过程中 因为超强的记忆力 薛默学得异常的快 但是一旦接触了 支撑软件运行的那些程序后 他就开始晕了 要知道 全世界编程的基本语言就是英语 而薛默号称在学校英语考试所向体谜 但是究其原因 只是因为他背完了手头所有的题库 无论什么题目都能手到擒来 但这不代表他的英语能力有多高 说不定他可以轻松的过四六级 但涉及到更为尖色的程序语言 他依然是门外汉中的战斗机 不行 薛默疼得站起 在他越来越晕时果断停止学习 我要学英语 什么 三人大好 你学着学一半 你跟我们说你要学英语 你怎么不去学阿拉伯语 薛默也一瞪 三人立马消音 大宝跑到一边 很委屈的 给远在外面工作的阿鬼打电话 阿鬼 你这小天才太过分了 典型的洗心研究 才半天就要抛弃我们转动翻译组了 什么意思啊 你学得好好的 后来跟我们说要学英语 会不会是你们那些编程语言太深 他看不懂 那也不是靠学英语能解决的 我说了看不懂就去背C语言词条啊 我们自己也这样过来的 怎么就没这方面困扰 大宝开始扭动 我不管 Boss 一股处理好 他当我们家养的 想咋整咋整 阿鬼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问 你背完词条的时候 还是一个普通程序员 你出国留学归来以后 你越成为我们网络组的三把手 你有想过没什么原因 大宝目的掖住 其实 他只是比你早一点发现了关键而已 有了语言基础 掃销只是浪费时间 本集播讲完毕 谢谢收听